好 空中之外我们再来看海上 还有个武器题 让张将军来说一下 这是美国的海军新闻网站说 当然在这个 说美国已经实现了这个 传说当中的磁流体推进器 军事化的一个研究 它会安装在蒙大拿号的核潜艇上 那几乎是绝对安静 超静音 不是冷气 对 核潜艇超静音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比对的就是中国大陆嘛 那既然这个中国大陆 在这个静音部分 过去好像是个短板 那这样子来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中国赶得上吗 这个很难去抓 因为我们抓潜艇的那些 是靠声纳 声纳看到声音了 因为原来的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潜艇 都是这个螺旋桨 螺旋桨 然后它有棒 有棒有齿轮 这些都有声音 那推出来的声音 你一听的声音就知道了 它的每一个潜艇 都有它的音频 那就知道还是什么 什么级别的潜艇都可以抓得到 但是这一个磁流体的推进器 它是由电能 电能 电它吃电 电变成流体动能 它喷出来是水 它唯一的速度就是它速度慢 因为你喷出来 它水推动 水推动出来 有没有齿轮的声音 没有了 有没有螺旋桨的 桨液在搅的声音 你看螺旋桨在搅动的时候 还有泡泡 有没有 那个哗啦哗啦 水的声音都会有 它现在没有 它喷出来是液体 磁流体 它由电池产生的流 带动那个流体 喷出来是水 拿水来推动 它由电能变成流体动能 你看这边 流体动能 流体出来 流体对流体没有声音 这个技术是什么 是独家吗 独家是独家的 中共也在做研究 中共也有在做研究 这是磁流体的 它很非常安定 它就因为海水是导电的 所以变成说 用强大的发电机 用发电的能量 去把海水磁化 磁化就会变成南极 北极变成前进后退 的一个动能 所以如果南极在这边 北极在那边 正负极 那就变动正负极 就可以把这个海水 往后面冲或往前冲 变成前进后退 那张中心讲对了 我是没有一些机械的构建 所以几乎是静音状态 1992年最早发展出来 是日本的山林重工 但是到1992年 中国科学院也做出来了 可是就是经济上不够时效 我不晓得美国这样做 算好不划算 理由在哪里 就是你要发动 这样可以达到静音的效果 可是你要有很大很大的发电机 那你很大很大的发电机 比一般传统的机械更大的发电机 结果问题是 如果用在传统的动力上面的话 它跑的速度更快 所以看你怎么去取舍 这个发电机的发电量 跟你所要造成的速度 因为你那螺旋桨也要发电机 可是发电机很小 可是持络体发电机 比这个大好多倍 十倍以上 所以会比较慢 不是 就是说你发速度更快 可是问题就是同样的发电量 你在用在螺旋桨的时候 速度比较节省经济 就是说那你因为发电量 那么大的时候你载的油要多大 你的前车点要多大 因为一定用发电机本身 用油量或者你电池载越多的时候 就会生成你很大的负担 所以这个消息正面来讲说 它可能达到一个成本的均衡点 可是技术上是都可以 这个以色列动手了 所以F-35连续发射了六枚飞弹 你看炸成了一片废墟 打大使馆 目前应该是十一名 其中有一名 有三名高级指挥官 大概十一人死亡 那当然大使馆是一个国家领土的延伸 所以整个事情闹得很大 当然伊朗气炸了 今天伊朗有很多 撂了很多狠话 然后也说美国必须要负责 那刚刚中方也表态了 当然中方对于所有的暴力行为 都是谴责的 然后这个美国也立刻否认 我们美国没有参与 美国都第一时间跳出来说没有没有 然后伊朗也立刻进行了报复 在以色列海军的大楼当中 进行了轰炸 不过我有看到照片 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 但是它旁边有一个超级的护卫舰 据说有惊无险之距离十几公尺 为什么以色列要动手 这个不能叫 前一段时间伊朗不是去轰炸叙利亚的 以色列的摩萨德的 就是以色列情报单位的一个总部 在叙利亚 只是它现在打的 我理解应该是领事馆 层级应该是领事馆 但不管大使馆领事馆都被视为国家领土的延伸 那以色列去打这个 就是相互报复的一环 你打我摩萨德的海外单位 我就打你这个外交的领事的海外单位 那这个政治意义又不太一样 毕竟情报单位挨打 不算是领土的延伸 但是如果正式挂牌的大使馆或领事馆 就是国土的延伸 那接下来 伊朗要报复也会很头痛 为什么 伊朗可以打的这个以色列的大使馆领事馆 真的还不多 因为以色列周边都跟他为敌 所以以色列周边没有几个大使馆 真正的以色列有大使馆 叫阿联酋 问题你这个伊朗不可能去打阿联酋 所以这个是比较 比较多 但叙利亚现在还处在一种半无政府状态 因为阿萨德政府 在叙利亚内部的控制力比较小 而且阿萨德政府也没有能力去反击以色列 所以他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以色列选择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是有精挑细选过的 那你变成说伊朗要报仇就要找其他的比较没有政治意义那么高的 什么海军啊 那个就纯粹是军事性质的机构意义就不大了 好张军你看 这次他怎么打呢 F-35隐形战机连续发射了六枚飞弹 那另一头大家看到就是伊朗的反击 萨尔六级的这个护卫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还有这个CNN也说在这个节骨眼 那拜登要通过出售以色列50架有F-15的战机 大概是超过了180亿美元 从军事角度来解读一下 对这个以色列派F-35的逆中战机 发射六枚飞弹去打这个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 他的情报掌握非常精准 人在里面 所以他这个七名包含三个三名高官 两名准将 其中这三名高官是有两名准将的 都阵亡 是这样 所以情报掌握了 情权打击 对 情报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人在里面 人在里面的话 这个时候下手 就这样 这些都是这些高级顾问 包含指挥官在叙利亚 他帮助叙利亚的 那刚好就被以色列就利用这些时候 把他做个精准攻击 算是精准攻击 因为打到旁边没有 他们也没打到 没有 就是打大使馆 那大使馆就是国家领土的延伸 那这也就是以朗的领土 那以朗一定会报复了 我认为以朗他这个会外溢 外溢之后 我认为以朗对以色列大概两个 这个他会对以色列的本土 可能无人机攻击 或者是导弹的攻击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他会用这个 无人机或导弹 有没有可能暗杀 我认为也不要完全排除 这都是军事手段 他对的是军人就可以了 对他对的是军人 你杀我的 杀这个以朗的军人 以朗也可以杀以色列的军人 就是这样 那在以色列的 在住中东地区的大使馆 没有对不对 但是住其他国家大使馆 那伊朗有没有可能下手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因为他会这个以牙还牙 有这种可能 那挑他再住欧洲 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 出于防备的时候 这个时候进行攻击 有没有可能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这就是外溢 你看到这个伊朗第一时间的 这个报复手段 去打这个以色列的海军大楼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这也就是个报复 他就是报复 他一定要有所交代 那这样子他对打这个海军大楼 可能这个海军大楼 这个目标比较显著 而且一般来讲海军大楼 没有像空军基地 以色列的这些机库机堡 蛮强固的 他们做的规格都是抗炸的 你无人机对他来讲 是没有效果 但是海军这方面 是相对的比较担保 所以他挑海军来下手 是有他的道理 那现在美国 一下卖50架的F-15战机 F-15原本上子空和空优 但是在这个以色列 目前在中东地区 是享有绝对的空优 其他的国家空军 哪一个能跟以色列匹敌 没有啊 那这样子的话 以色列的F-15 他就用被人轰炸机来使用 他站在那里蛮大 对啊 他自空 他平常说自空 跟F-22是一样的 F-22是掩护F-35 F-15是掩护F-16的 他会搭配的 那在巴格达行动的时候 炸伊拉克的核子反应录 就是派4架的F-15 掩护8架的F-16去攻击 这个伊拉克 在巴格达的核子反应录 是这样 那现在他都已经掌握了 所有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优了 这个F-15给他 那就是做这个战场主角 跟密西斯作战嘛 因为他的化弹量多了 我不要争取空优 争取制空了 我就摧毁敌人的地面的目标 那现在顺便地面标F-35是逆中 可以用 但是如果是对方的 没有这个方面雷达了 我逆不逆中不重要了 因为你雷达系统 防御系统是瘫痪的 F-15如如无人之境 而且他的速度也快 这个机动动作也很成熟 以色列运用的F-15也非常成熟 那他在整个的中东地区 整个空优 有了空优啊 他可以知意所为 你看他这个 这个逆中战机去炸 他那个伊朗在大马四格的大使館 这个自由进出啊 运作自如 根本没有什么战损 所以有了美国军事 如虎添翼啊 会这样子啊 那而且这都是不错的 F-15的战机 它虽然已经30多年了 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你包含日本也有F-15啊 那这个 对 这个以色列的话 在这方面运用 有了50架又更厉害了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一身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Boofeel Feel Good Boofeel Feel Good